小灰灰上学计 安检机 这个小车真的是杨阳 这包清澡它给了杨阳 这个全机手套给费杨阳 儿子 你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带礼物送给杨阳学校的同学们 送什么给暖杨阳好了 儿子 这个送给暖杨阳不错呀 小灰灰 你的床上怎么会有一条裙子呢 爸爸 这条裙子是在早午房找到的 你在美羊羊会不会习惯 这个嘛 要问你妈妈同不同意才行啊 儿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还抓来一只羊 还要把我的发甲裙子什么的送给他们 老婆 我错了 还不赶快去给儿子做早点 吃完赶紧送他去上学 好 我马上就去 等一下 回来 老婆大人 有什么事吗 一会儿你送儿子去上学就别回来了 为什么会突然不让我回家呢 笨蛋 那么多的小羊在学校里 这个机会不是很好吗 对呀 这个我怎么没想到 各位同学 小灰灰现在正式入读我们大飞扬学校了 大家要互相有碍 知道吗 知道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让小灰灰给我们说两句吧 大家好 以后我们就是好同学了 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礼物 这是我最喜欢的青岛党 谢谢小灰灰 我有新的拳击手套了 真漂亮的发甲 小花群真好看 小灰灰你真好 娘娘这是我最爱的遥控车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谢谢我也送你一双溜冰鞋 鬼太郎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我儿子第一天来上学 我担心他被欺负 所以我就陪他来了 鬼太郎 把小灰灰送来就赶紧回去 这里不欢迎你 你不是说过不来骚扰羊群的吗 别别激动啊 我只是来陪儿子 还没有开始打算抓你们哪 青岫党哥哥 不要这样对我爸爸好不好 他没有恶意的 既然小灰灰这么说 我们就放过他吧 多谢儿子你救了我 小灰灰 我们继续回去上课吧 灰太郎 为了能让小灰灰 平安顺利的在我们学校上课 你现在就回家去吧 不行 我老婆给我派了任务 我不能就这样回去啊 什么任务 我 难道又是来抓我们吗 当然不是 我老婆吩咐我监督羊村的教学质量 我们只有小灰灰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放心不下 你们能体会到爸爸的心情吗 我进去旁听可以吗 绝对不会骚扰羊群的 这样 既然你想进羊村 就要通过安检机测试 才能够进来 你为了小灰灰想进入羊村房厅 对你这伟大的爸爸我感到非常敬佩 作为我这台放心一百安检机的第一个用户 希望你顺利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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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啊? 阳村里边不能携带管制刀具 请你把双手举起来 这 这是什么 不要啊 不要害怕 这是帮你摘除其他尖锐物品的 这 这又要干什么呀 狼牙也属于尖锐物品 好疼啊 爸爸 这厉害啊 我爱你 我也是 欢迎灰台狼来到大飞扬学校旁听 听说我们学校来了一只狼 让我看看 不是说狼都有锋利的爪牙吗 看来不是狼 怂吧 你们都回来给我看清楚 我明明是一只狼 嗯 爸爸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那就好了 我出去和喜羊羊哥哥他们玩 等一下 爸有什么事吗 爸爸在笼子里很不舒服 不能吃饭也不能上厕所 你能把爸爸给放出来吗 我爸放你出来 你又要去抓喜羊羊哥哥他们 哎呀我不是通过了安检了吗 我的指甲都没有了 怎么能抓他们呢 这样吧 刚才我又认了好多羊当干亲戚 爸爸只要你跟着我一起认 那么大家就会相信你不会伤害羊羊了 你说什么 要我跟着你叫喜羊羊哥哥吗 不对是讲迟爱 刚才老师说孩子的哥哥就这儿 不行太丢人了 那我就不能放你出来了 我自己想办法好了 就这样捉一只回去 老婆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 美洋洋 帮我们捡一下球 好吧 好 好 嘿嘿嘿 好 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ähän 哈哈ých铜牙子 风 走 我们去看看 不好 灰太郎把美洋洋给抓走了 新洋洋哥哥 不要着急 让我把美洋洋姐姐救回来 爸爸站住 儿子 赶快回家吧 妈妈还等着我们吃烧羊肉呢 不行 你不能贴掉美洋洋姐姐 赶快把它放下 你知道爸爸花了多大的力气 才抓到它的吗 坚决不能放啊 爸爸 别怕了 小灰灰 是你吗 美洋洋姐姐 我来救你了 儿子 快点让开 不要挡着爸爸回家炖羊肉汤 爸爸 你到底 你帮不帮美洋洋姐姐走 去洋洋姐呀 爸爸 避不及了 这是什么呀 巴兰克上发的一彩精华 滑滑技 小灰灰 谢谢你 快停下呀 下行啊 哎呀 灰灰灰 站住 灰灰灰 站住 不好 不好 他们来了 我得赶快逃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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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太好了 成功地击败了灰太郎 救回了美洋洋 特此奖章一枚 以示鼓励 小灰灰 这期谢谢你 没有你我肯定被灰太郎抓走了 有了小灰灰的加入 灰太郎再也没下过我们这里抓走一只羊了 妈妈 我获得了学校的奖励了 是吗 真难干 是什么奖励 狠狠的滑滑劲 居然把我一直滑到了山下的垃圾场里面了 灰太郎 怎么弄得这么早 我获得奖励多归了爸爸 因为 我一直回来的 我一直回来的